持續來關心杭州亞運 中華網球隊在杭州亞運可以說是大方一彩 無阻雙打闖到了獎牌賽 那麼29號率先登場的南雙金牌 許玉修與莊吉生就先開出了紅盤 面對印度的組合 首盤第五局就率先破發 以6比4先下一城 第十局更連拿4分 讓台灣以6比4擊退了印度奪得金牌 這也是網球南雙史上的首面金牌 那麼在美出生的莊吉生奪金 也讓外媒式高度的關注 去年歷經了喪母之痛的莊吉生 熟人賽事有蝴蝶飛舞 讓他覺得是媽媽來看比賽了 今天他和搭檔許玉修就打下了南雙金牌 他還把獎牌送給在天上的媽媽 那麼另外也要看到 台灣勇將最後的希望蝶王王冠宏 在晚上在杭州亞運男子200公尺的蝶市 游出了1分54秒53的好成績 次於日本選手也是相隔25年 再次由台灣的勇將站上亞運的頒獎台上 不但終結了25年的亞運男子擁有的獎牌荒 更是超越了他的教練黃志勇 在1998年寫下的男子100公尺自由式銅牌 這可以說是親出於藍 更勝於藍 那麼另外就是很多人都會玩 包括我也在玩的英雄聯盟 在杭州亞運會英雄聯盟的項目 中華隊在今晚與南韓進行了金牌戰 最終以0比2可惜落敗 由南韓隊奪下了亞運的英雄聯盟冠軍 英雄聯盟的金牌 那麼中華隊是銀牌 而中國大陸隊則是銅牌 不過這也是本屆杭州亞運的電競項目中 中華隊的第二面銀牌 那麼接下來再來關注我國的女子體操隊代表隊 體操精靈丁華田在第一次參加亞運 在今天在平衡目的單項比賽 第二個上場 最後他以13.300分摘一銅 勇奪我國亞運女子體操史上的第一面獎牌 而丁華田是以第一名晉級決賽 他今天穿著紫色的運動衣出場 那麼在決賽是腳下了13.300分摘下了銅牌 成為了第一位在亞運體操項目奪牌的台灣女將 這也是我國女子體操史上 首位以第一名挺進單項決賽的選手